夏天的天氣比較嚴熱和潮濕 有不少濕疹患者 都是因為病情家劇而深受困擾 濕疹屬於中醫皮膚病的範疇 是由多種內外因素所導致的皮膚發炎和恆養 中醫認為豬病於內必形於外 所以皮膚病雖然是表淺的症狀 實際都是由內而生 治療皮膚病的時候 如果只是控制表面的症狀 病情都會很反覆 難以根治 所以治療的時候最好都是由整體著手 標本兼治 內外並用 那就沒那麼容易翻法 濕疹的成因是可以分為外因和內因 內因多數是因為先天不足或者飲食不節 經常都喜歡吃辛辣 刺激 生懶的食物 令到脾胃受損 健運功能失去 令到濕熱內身 加上受到外在的風 寒 暑 濕 濕 燥 燥 火 蟲毒等等 的外邪侵襲 令到邪氣浸淫在肌膚而導致濕疹 濕疹在中醫臨床上最常見的就是皮虛濕性型 和血虛風噪型兩種正型 皮虛濕疹的患者因為皮胃運化功能失常 令到濕熱鬱陣在肌膚而形成濕疹 很多時都會見到皮疹是急性發作 就會好痕癢 皮疹就會有密集的小水泡 有時會有心液 嚴重的時候會見到皮膚會紅腫和疼痛 患者會有胃口不好、胃脹、大便爛等皮虛濕性症狀 皮虛濕性型的患者可以嘗試一個叫做淮山綠豆湯的食料 材料包括淮山、綠豆、百合、二米和磁石 淮山有健皮虛濕的效果 而綠豆可以清熱解毒 這個湯可以預防濕疹的病情惡化和減輕痕癢 血虛風醋型的患者多數是因為氣血不足 而無法餘養肌膚 令到濕疹反敷發作 患者的皮疹沒有那麼明顯有紅腫 但膚質比較乾燥、脫皮、乾裂 痕癢會見到是時作時止 患者亦會有睡得不好、心煩、口乾 大便無比較乾硬和小辣 血虛風醋型的患者可以嘗試養陰潤膚茶 材料包括了玉竹、藍杏、毛花果、陳皮和蜂蜜 只需要將全部材料加水 用大火煮滾後再改用小火煮20分鐘 攤凍後加入少許蜂蜜就可以飲用了 這個茶的功效是可以潤肺潤膚 比較溫和清潤一些 可以緩解皮膚的乾燥和痕癢 最後濕疹患者可以透過調整飲食和生活習慣 去改善病情 飲食上盡量減少進食一些油膩、辛辣和山冷的食物 亦都要避免味精和醬料成分比較多的重味的食物 另外濕疹患者亦都要注意洗澡時不要用過熱的水 以及不要過度使用蕃茄 又或者含有化學成分的護膚品 盡量減少刺激皮膚 洗澡後可以塗適當的保濕箱 保持皮膚的濕潤 最後患者平時盡量都應該保持心境開朗和睡眠充足 記住千萬不要捱惹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